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袁医生 现在其实市面上 社会上越来越多病人患有个癌症 在西方的自然医疗方法里面 一向都是流传用一些生机饮食法 或者是用那些蔬菜汁那些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在我们中国人里面 经常都觉得 这样的食法很寒凉 吃到人好像没气没力 已经是一个癌症的病人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 很难接受到这个饮食办法 来做治疗癌症方面 但是最新现在好像有一些 在西方有另一个新的饮食方法 用来治疗癌症 袁医生 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生机饮食已经在流行很多年了 很多人有机会遇到自然医疗 遇到癌症 尤其是西方那种治疗 终于都未必是这么讲究这方面 用那个山菜汁 黄萝卜汁 首先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癌症是增长得很快的 譬如1900年那时候 患癌的人大概是好像4% 就是很少很少 一直这么增加 1900年到20几个30% 70年一直这么增加 是是 到今时今日差不多是2.3个男性有一个 2.8个女性有一个癌症 当然我们都知道 大部份的病 所谓文明人的病 包括癌症在内 心脏病 中风 类风 类风湿 就是关节炎 其实很多很多都是跟他饮食习惯有关 是的 最近我们有一些新的报导 就讲及其实什么会引到导致癌的呢 其实是糖分 哦 一百年前呢 我们的人类呢 你说西方国家的数据 是是是是 我们食糖呢 就是每年大概是4磅左右而已 就是一百年前的人是进食糖的量 是 但今时今日呢 已经增加到是每年呢 就是一百六十磅 就是差不多是四十倍 四十倍哦 四十倍哦 真的好厉害哦 那糖呢 就不是单单只是我们的平时加的那些白糖 是是是 其实是我们的饮食里面呢 是很多已经有的了 那大家知道了 很多食物呢 都是甜的 很多人喜欢吃甜的 那很多种的糖呢 我们看一下呢 就会有种叫做 Corn syrup 那些 那些 粟米糖漿 粟米的 是是是 那很多 那整天有些人呢 以为是比较好一点的 是是是 曾经有人以为呢 是果糖呢 是比较好一点的 是是 其实呢 是更不差的 那你也看到呢 很多我们的那些所谓即食的食物里面 Cereal啊 那些 那些 沙律油啊 你看的成分呢 其实呢 是非常之多的 甚至乎呢 乳酪 Yoghurt 那大家知道 乳酪里面呢 都是带甜的啦 是是是 但就不会太甜的 因为呢 始终呢 有脂肪啊 有 有豆类的食物啊 蛋白质 那虽然呢 它含糖量很高 但是你口感也不觉得很高的 但原来呢 它那个含糖量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其实在这个食物工业里面 原来不知不觉我们都不 就是 如果有时真的看那些标签上的标签呢 差不多每一样东西都会有个糖 在那里加了下去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呢 就是吃了那么多了 不是说自己添加那些东西都 是的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正如所说的 有很多的酱 嗯 酱当然浓味了 那浓味一旦是很甜很咸 就是味道很浓 是是是是 其实它加了很多很多糖 所以我们是真的现在的人的统计呢 一年呢 浸食的糖呢 是一百年前的四十倍 所以我们都看到呢 我们的癌呢 亦都是差不多增加那么多的 嗯 嗯 嗯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呢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 嗯 那我们知道呢 第一要知道呢 就是无论是正常的细胞 或者癌细胞呢 那么它都需要需要能量的 就是生长需要能量的 那没有能量的来源呢 其实呢 就算正常细胞和癌细胞 都不能够生存的 是啊是啊 但是呢 这两种的细胞的能量的来源呢 是有区别的 它说癌细胞的能量的来源是糖 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 嗯 那么它是一种唯一的能量的来源 就是对癌细胞来说 但是都正常细胞就不同哦 嗯 它们呢 可以用很多种的营养的物质呢 作为一种营养的来源呢 除了糖之外呢 嗯 还有原来呢 正常的细胞可以用脂肪 和蛋白质 亦都作为能量的来源的 嗯 但癌的细胞和正常细胞这个的 新疼代謝的区别呢 是由一位德国的心理学家呢 大家都经常都听过了 就是奥特博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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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研製、限制碳水化合物的話 體內的癌細胞就會因為缺乏能量而餓死 當時已經講了 同時正常的細胞就能夠健康地生存下來 因為健康的細胞可以利用其他的營養物質 作為其他能源的來源 就不會因為缺乏葡萄糖的影響而死 其中有一位是澳大利的一位整形外科醫生 叫做Gary Fecky 他過去從事研究食品和慢性病 包括糖尿病、癡皮、癌症的研究 他是一個比較權威的營養學家 所以是一個醫生 為什麼他成為一個營養學家呢? 原來他曾經有癌 他當時出現了癌之後 是一種腦癌來的 其實是很難醫不到的 他為了這個自己的健康的問題 他就從事大量研究 最後發現了Wallwork的那些工作 那些見解 最後他相信通過飲食結構的調整 來選擇性 餓死的癌細胞是治療癌症最有效的方法 那這些用什麼飲食方法呢? 其實就不是真的餓死你 不是你不能吃 是癌細胞不能吃 不是餓死你 不是餓死你 只不過是飲食的方法改變了 令食物結構改變了 癌細胞就因此拿不到能量而餓死 那食物結構是什麼? 是用高脂肪 記得是高脂肪 飽和脂肪也好 動物脂肪 以及低碳水化合物 這就是所謂叫做生酮飲食法 英文叫做Ketogenic Diet 是 好了 那所謂那個淨的碳水化合物呢? 其實碳水化合物呢 那個 那個 那個洩入的人體 去減了纖維的 液量油體呢 就是說呢 吃碳水化合物的時候呢 同時呢 就要吃多些纖維的 嗯 即是手法 你要低碳水化合物 但是呢 碳水化合物裡面有很多纖維 所以呢 都要小心去選用 那譬如那個高纖維的食物呢 包括那個蔬菜啊 和海藻啊 這些這樣的 嗯 好了 那這些這樣的 淨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 就會低的了 好了 碳水化合物包括什麼食物呢 就是要減低 糖 谷類 就是米 麵 麵包 土豆 薯仔 紅薯 蕃薯 豆類 紅豆 綠豆 黑豆 這些屬於叫做 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如果要吃這個 這個生酮飲食的時候呢 這些呢 就一定要呢 盡量要是 就是戒掉了 就是不吃了 或者如果你要吃的時候 都要加大量那個纖維啊 或者蔬菜啊 海藻那些一起吃才可以 是的 因為你都需要很高的纖維 嗯 好了 如果你是一個癌症的 一定呢 要避免吃糖 是 糖很明顯 糖呢 很多的果糖 都包括在內 還有呢 那個碳水化合物 那取而代之呢 是一個高質量的脂肪 既然脂肪 是動物脂肪 不只是那些植物油的那些 那些很危險的 同時呢 就要吃一些季節性的 當地性的食物 嗯 就是盡量吃土生土醬 是 當時合時氣候的 好了 那當然呢 用這種營養的方法 治療癌症呢 是一種新的 有效的 花費又少的 你知道 很多癌症病人呢 都是呢 臨後就用盡方法 開刀花療電療 用了些錢呢 然後呢 就死了 那這個方法呢 可以這樣說呢 花費又少 又沒有副作用 起碼 是 原來這位醫生 Gary呢 在200年呢 就被轉為腦癌 經過反復的手術 陰功 花療和方便療化呢 都試過了 因為他是一個西醫 當時也是常常懂得跟這些方法 是 當然 唯一一樣沒有用的呢 就是用那個食物的改變 是 OK 那 基本上呢 他就 什麼都試過 從來沒有試過用 為什麼不試喝飲食的改變呢 嗯 那吃了一些癌細胞的食物 糖 還有碳水化合物 那差不多 幾乎就成為癌症 又有一位犧牲者 對啦 那在無奈呢 他就開始研究了 對癌的研究呢 就很幸運呢 找到Walberg的理論 OK 嗯 那其實呢 根據Walberg的癌 是什麼病呢 癌呢 是一種身神代謝的病 嗯 記住 癌呢 就不是一個基因病 不是一個個體的腫瘤的病 是一個身神代謝的病 那什麼叫身神代謝病呢 大家所認識 糖尿 是吧 糖尿是一種身神代謝病的 是 那可能你想一下 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會不會用 開刀 用 化療 都不能用 就是這個身神代謝病 你很明顯呢 你的糖尿呢 你不會用這種方法醫 是吧 但很可惜呢 癌症呢 往往呢 就被人誤導了 就以為一種基因的問題 疑變 有個腫瘤出現了 那腫瘤出現了呢 那你想辦法呢 就切了個腫瘤 是 是 用化療呢 是 是 殺死那些腫瘤 細胞 或者用放射來弄它 他就不明白呢 其實癌症呢 就不是一個基因的疑變的病 是一種身神代謝的病 嗯 好了 那糖呢 和那些精煉過的碳水化物呢 在身體呢 在身體呢 在身體那個 代謝過程呢 就能夠產生大量的自由基 嗯 尤其是呢 癌細胞對糖的多種代謝方法 那自由基是會破壞 細胞裏面的遺傳的物質DNA 是 導致細胞的癌變 所以呢 真正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的糖分精煉的澱粉質 產生大量的自由基 這些自由基 是破壞我們的細胞的遺傳基因 而導致細胞 不是一個基因的問題 是一個飲食的問題 是一種食物導出的問題 所以呢 糖呢 和增加的澱粉質呢 是癌症產生的禍根來的 那基因的異變呢 只不過是癌變的一個過程 不是癌症的導致的 OK 所以真正的成因呢 是不是基因改變的 不過過程裡面呢 就發生了基因改變 真正是糖分和澱粉質 OK 好了 那越來越多的證明呢 表示呢 正確的治癌的方法呢 應該呢 是通過飲食營養來調節 來餓死癌的細胞 大家和大家都分享很多次了 我的身體是 是什麼做出來的呢 是身體是食物的營養做出來的 是 身體有問題的時候呢 要維修呢 所以最合理的方法呢 當然是用食物的營養 是吧 只不過我們過去呢 是吃的東西吃錯了東西 一些是沒有營養 和壞的營養 來搞出新的病 所以要調理你的身體呢 正式治療大部份的病 除了短暫性的 急性的處理 創傷啊 或者可以用其他的 侵犯性的方法呢 其實長遠來說呢 真正治療的病呢 都要靠食物的 OK 當然呢 新同飲食 餓死的癌細胞 是一種最有效的方法 記住 同時對身體沒有什麼作用的 是 這是一種食物來的 沒錯 好了 因為呢 新同飲食裡面的脂肪呢 是佔很多的 記住80%的喔 你記住啊 嗯 80%是脂肪 不是過去的30%多 是 80% 這個又是一個新的 另一個理論 對於很多人 以往來說 對於脂肪的認識 就是呢 又要有一個新的 改變的看法 沒錯 還有呢 還要極度限制 那個 那個 炭水化物的 鑽食量 這個呢 就能夠 斷了 癌細胞的 唯一的能量的來源 嗯 大家已經解釋了 癌細胞 是要靠糖 葡萄糖的 那就是任何糖分 任何澱粉 會變成葡萄糖 就養它 嗯 如果我們完全是沒有的 少到那些 澱粉質 糖分 少到呢 根本呢 是不夠肉胃他們的 是 那牙細胞肌餓死了 那記住呢 要改的飲食呢 是 很大的改的 嗯 記住80%的脂肪 飽和脂肪 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嗯 那 就是 這個是一個 很明顯的 是一個 最有效的 的方法的 那 但是對正常的細胞來講呢 你給大量脂肪 沒有所謂的 它一樣可以用脂肪 是 產生的能量 那好了 那現在最近很多研究已經證實了 新同飲食呢 是對治療癌症是有效的 嗯 包括自己 這位 Gary 這位 那個澳洲的 醫生 醫生 那他自己就 醫治癌了自己的癌症 那他的癌症 不是普通癌症 就是腦癌 已經擴散了 那什麼都試過了 那還有好處呢 他發現呢 減肥是最好的方法 咦 最有效的減肥方法 現在已經 最近兩三年呢 哇 這個 新同飲食的治療多到死 沒錯 新同的特別產品 也都開始多很多 嗯 還有炎症的指標都減低了 嗯 雖然呢 我們在講的是高脂的食物 我們在講高質量下 高質量下 不是那些人造那些油 是的 那在飲食之下呢 其實血脂水平呢 都很正常的 嗯 你有沒有想著 哇我吃得豬油啊牛油啊 沒錯 那些高膽不醇啊高脂肪的食物呢 那我血脂會高其實是正常化的 嗯 那好了 他現在證實了呢 其實呢 醫好癌症呢 是不是將來 其實我已經懂得 已經有一個方法的了 嗯 這個方法呢 在1931年呢 Auto Warburg已經講了出來的 但是始終呢 一直都沒有被醫學界去認同 和去做的 好了 那還有呢 很多人都要改很多人的觀點 事實上呢 他說你高脂 特別高脂飽和的脂肪呢 飲食是不會導致膽固醇高的 嗯 亦都不會導致心血管的疾病和肥胖的 不單止是這樣呢 高脂肪的食物呢 對穩定血糖 預防和治療糖尿病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 你看到呢 現在講這個飲食方法 第一 醫癌症 現在糖尿病 還有肥胖症 還有那些心血管的問題 不會出現的 就是他還沒講到醫生的 起碼不會的 那最近哈佛醫學院呢 40年的觀察證明呢 是越是高飽和脂肪 高膽固醇食物呢 體內的膽固醇的水平呢 越是健康 那所謂什麼叫健康呢 最近呢 現在已經開始 就是那個公佈了 是不是 膽固醇越高 才是越健康的 它不是說呢 膽固醇低了 其實呢 膽固醇高的人呢 是越健康越長壽的 那你看一下呢 吃得飽和脂肪最多的國家呢 心臟病的病發率反而低 譬如南威和荷蘭的人呢 吃很多動物脂肪的 但是他們心臟病發率是很低的 法國人呢 也吃很多飽和的脂肪的 在歐洲十四個國家中呢 那個心臟病的法率是最低的 反而呢 南美洲的智利呢 那些人呢 吃那個飽和脂肪比較少的 但是心臟病發率很高 那就是你過去呢 我們一種病悟悟了很久 是的 就經常說呢 你不可以吃的 你肥膩啊 不要吃的 動物脂肪啊 會有心臟病啊 那結果呢 他們那些人呢 就開始呢 就吃很多的所謂植物油 那結果呢 就發現呢 反而呢 心臟病率呢 是更加高的 嗯 那 這個發表在美國醫學會的雜誌下 的研究呢 高飽和脂肪是最好的減肥的方法 嗯 就是我們都和大家分享過了 有些人呢 就每天呢 就吞幾根的植子油 是 是 身體的肥胖一路一路的減低 嗯 那 那另一項研究證實呢 那個長期高脂肪呢 高脂肪飲食呢 是減肥的一種自然的方法的 尤其是對那些 病態性的 obese 不是普通的那種肥一點點 是 病態性的人呢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什麼其他方法的了 嗯 那同時呢 還能夠明顯呢 是減低 降低血脂 還有那個LDL 低密度的膽固醇 還有血糖的水平的 那還有呢 是將那個HDL呢 是高濃度的膽固醇水平 還要提升 那一般大家還是認為 那個高濃度的膽固醇呢 是保護性的 是 而那個低濃度的 低密度的膽固醇呢 是壞的 嗯 那這個呢 另外呢 是美國的 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那他也有研究顯示了 其實很多大學都做過這些研究 那高飽和脂肪呢 低碳水化物的食物呢 是有利於幫助那個二型的糖尿病 嗯 二型的糖尿病 就是那個 都有聽過 之前很久之前都 就是很小的時候都聽過 那時候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糖尿病的時候呢 就是 有些人患了糖尿病的時候呢 就不可以吃飯了這樣 嗯 是 那這個是一個最基本 但是呢 但是你記住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要高飽和脂肪 是的 你要將那個身體 那個澱粉質和糖分 減減都很低很低 減減到多低呢 其實呢 澱粉質呢 是佔你食物是5%的 嗯 很低的 很低很低 差不多呢 你見得到的那些 你都不會鬥了 是的 有時候沒有辦法 有些黏合起來了 都沒有辦法改變 現在的標準呢 fordi脂肪是佔75% 蛋白質是佔20% 中道些 嗯 但是叫碳水化班是5% 基本上呢 你可以這麼說呢 你要拼命吃 被肥脂 肥脂 是這樣吃的 不是吃一些肉 算吃多些肥脂肪 其實是.\ Benson� 累積整點 很多人都讀未知 其實好的油是包括豬油 豬油 牛油 奶油 椰子油 橄欖油這些 天然的 有很多地方 比如菲律賓有一種用一些豬皮的 很肥膩的 這個是一種好的油 因為我記得我兒子這方面研究了很久 他就特地叫家裡的菲律賓在菲律賓來的時候買好這些 很高脂肪的豬皮給他 記住 菲律賺75% 蛋白質賺20% 蛋水泡泡5% 當然這也是一個不是一般人的飲食方法 很多人都不習慣的 好像我叫你生機飲食 很多人都沒有人 沒力氣 有些人初初的時候有些短期的症狀 比如出現低血糖 頭暈 頭痛 疲累和便秘 也有些人覺得這種副作用不能夠堅持下去 但是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要用生酮飲食法 就要吃大量的蔬菜和海產類 即是紫菜類這些 而且如果你初初不是很習慣 也要吃一點點的碳水化合物 然後我會再給一個什麼叫好的碳水化合物 那你可以吃一點點的 但是那個純的所謂精煉的碳水化合物 依然要減低 那你可以吃那個蜂蜀 吃魔芋 那個芋頭的魔芋 那這些是很高質素 纖維高 還有有時候那個魔芋這種的食物 是那個碳水化合物 現在有這些sparghetti 是 用這種方法 味道也好 很多時候現在已經有很多這種的 新童的食品 在市面上是越來越比較多的 嗯 好了 那 還有就要 那個要喝水 是 不要只是喝蒸餾水 還有食水裡面加一點點海鹽 嗯 比如我跟大家分享過 哪兩種海鹽呢 一種是法國南部海域的Celtic Sea Shaw 還有一種呢 喜馬拉雅的珊瑚鹽 那這些鹽呢 其實那個礦物鹽很重要的 那在兩公升水裡面呢 加一半茶匙 嗯 千萬不要加那些鹽 就是那些代鹽的鹽精那些 嗯 好了 如果你這樣能夠飲食呢 那你就很容易就達到身體飲食的效果 那也都不會有這些所謂不舒服的副作用 那還有呢 可以呢 及時呢 排出體內的新陳廢物呢 和防止身體變酸 嗯 變酸 當然啦 大量的肉類呢 都會令身體酸化的 那但是呢 是蔬菜啊 那個海帶類啊 這些的呢 是會 身體會 會減化身體的 嗯 好了 大家可以寫下 是 我現在要求你吃的 75%的脂肪呢 高脂肪 高質素的脂肪呢 是包括豬油 是 牛油 是 所以你煮好用牛油煮 用豬油煮都可以 是 嘗嘗辦法找回豬油 嗯 那些奶油呢 椰子油呢 橄欖油呢 這類是好的高質量的脂肪 那很高質量的蛋白呢 就包括天然有機的雞蛋啦 豬肉啊 牛肉啊 雞肉啊 沒有污染的野生的魚 因為現在最近發現呢 就算歐洲很多這些 所謂那些三文魚養的那些呢 其實很多污染的 很多農藥 很多抗爭素 所以我們以前都經常想著 北歐的那些三文魚會好些 其實都不是 蝦啦 堅果啦 還有種子 Nus 還有seeds 嗯 好的炭水化合物呢 就天然的 有機的 蕎麥 嗯 有機的小米啊 泥物啊 Qua 啊 各種類的豆類呢 除了黃豆 嗯 那個黑豆啊 那些 那個芋頭 尤其是摩糊 摩糊 紅薯 尤其是紫色的 紫色的番薯 還有土豆 山藥 還有那個 糙米 嗯 土豆呢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你用那個 薯仔呢 山榨薯仔 汁呢 嗯 是很簡化我們的身體 是 很多病呢 都可以處理得到的 所以如果 во飲用汁呢 就可以這樣飲的 山藥 還有糙米 醋米呢 最重要呢 醋醋醋 醋醋醋醋醋 醋醋醋醋醋 основ 曾幾何時呢 就是要咀嚼 為什麼呢? 癌症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我們身體的酵素不足 所以一種很有效的醫癌的工具 就是用胰臟酵素 大量的胰臟酵素 口水裡面有很多酵素 如果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將食物沒有經過咀嚼時間 沒有經過用口水把它先消化 進去之後就會大量耗用我們身體的 內存的酵素 令到我們本身的酵素 不能夠幫助對付癌 所以吃東西方面 記住癌症病人 吃東西記住的人 每個人都應該去吃 慢慢咀嚼 慢慢咀嚼 咀嚼到它就變成糊 變成水 自己吞了下去 不用吞了下自己流下去 不知不知不覺 這種飲食方法 其實很多病人都可以處理得到 對癌症病人來說 除了現在跟大家介紹 另一種飲食方法 肌的理論有少少不同 生肌飲食的 是用酵素為主 簡化你的身體為主 還有這個做法 餓死你的癌食物 很多種不同的機制 有些用養份療化 養份水 我最近已經跟很多人介紹了一種養份水 對 總之為何用過雙眼水 雙眼水其實坊間用了很久 很可惜 比香港的傳媒 無知的傳媒 打壓了很久 但是當然這個真實的資料 是你怎樣打壓都打壓不了 所以養份是一種醫癌的手法 我用循環微循環系統的推動 也是我們中心用的醫癌方法 因為血液循環好 你就養份好 所以解決了養份不足 這個問題 還有些是簡化它 所以生肌飲食 用梳打粉 這些方法其實都是一種簡化的身體 因為酸性的環境導致問題 所以其實醫癌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手法 是 其實它當然大家都有效 如果沒有效 沒有人會講 沒錯 很多時候有些簡單的事 都非常之有效 其實最重要大家要明白 其實為什麼很多次 我們的癌症病人很難醫 第一 他們是被人開過刀 身體破壞了 然後被人用了花尿 更加加減壞了身體 有些加減電療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是需要 就是要很 需要更加多那個能力 或者自己的治癒能力 更加要提升 才可以去抵消 受到這些創傷 從而才可以去到 真的處理癌症方面 其實最重要的概念 如果大家一定要明白 你的身體是營養造出來的 所以你記住 你身體的營養造成身體的環境 身體的養份夠不夠 身體的酵素夠不夠 其實某個程度上 和你那個飲食習慣 營養的狀態是很大關係的 所以呢 真真正正要長久去處理癌的 其實最終最終 一定是用一個食物 營養這方面的改善 當然 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臨急才去 或者臨到沒得搞 身體破壞都很嚴重 其實在我們的診所裏面 我們大部份一般的癌症病人 都已經是尾期了 人家沒得救了 要去善終了 才找我們 但他們都經常不明白 其實呢 在醫治任何的病 有四個條件一定要符合得到 要不然就是不會有機會 第一 就是病人的態度 是不是 他真的很誠狠 很想試我們的方法 他可能都未必不支持 是不知的 起碼有好誠意 有誠懇去用 第二 家裏有沒有人幫他 起碼沒有人反對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癌症病人 不成功 其實很多時候 家裏有很多爭拗 在治療期間 又要用西藥去搞他 變成本來有機會 變成沒有機會 第三 有沒有一個醫生 有醫術的方法 是真的有這個能力 是有這個知識 經驗是可以幫得到你 第四最後最重要 就是這個病人是否精脆 我可以這樣說 大部份病人治不到 都是這四個條件裏面 是不符合的 只是我一個人在 其實其他三個不符合 就很難醫的了 如果你四個條件都符合了 其實很少病人是改善不到的 只要給點時間 你需要慢慢去引導身體去做 很多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改變 都要慢慢去適應 所以現在的人 大部份的人病 病死 經家蕩產 都是因為無知 而且他們沒有辦法得到 正確的資訊 令到走錯路 OK 我們希望在這個節目裏面 給大家多一些正確的資訊 其實這些資訊 不是我們口口口的 全部是外國醫學界 是醫學院、研究中心 做出來的實實在在的報道 只不過這些資料 大部份的主流傳媒 是很少會告訴你 幸好我們現在有互聯網的資訊發達 很多人都有機會 有意無意之間 找到一種方法 救到自己 例如這位醫生 這位澳洲醫生 他都是無奈之下 什麼都試過 化療電腦 什麼都試過 要等死了 他就想辦法 另外想辦法 結果幸好 被他找到了 Dr. Arthur Warburg 原來1931年 已經告訴你 是怎樣已經癌 當然這些飲食方法 對藥廠、醫生來說 是沒有什麼經濟的利益 當然是 所以不會告訴你 其實是這麼簡單 大家想真一點 其實不是誒毀任何的行業 真真正正 是這個很簡單的原因 OK 這個也切合我們之前 一直在介紹那本 《藥都不能吃了貓》那本書裡面 也要真正正 要一般的大眾市民 對於醫療的體制 對於藥物的崇拜 信仰的觀念 要再調教一下 要改變 要徹底改變 要認清楚方法 當然我們也很感謝 袁醫生 因為你不斷地在自然醫療界裡面 搜集很多不同的資料 你又看了很多不同的醫療 這樣就可以幫我們找到一些 這麼好的方法出來 介紹給大家 當然所有的每一個方法 有自己獨特之處 大家就看看哪一個方法 是適合你的 譬如之前這樣說 在西方 用生肌飲食的方法 可能是很適合他們的 當然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烈亞洲人來說 可能這些方法 都是比較寒涼一些 但現在有生酮飲法的時候 可能也都會找到另一個方法 可以調理好我們自己的身體 可以醫治到嚴重的病癌症 這方面的情況 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也很感謝袁醫生 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